王尼金色 英国祭祀集 身体疾病问题 系列 人生为何而来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未结婚之前 我也从来没想过 今日的自己会吃素 修行 度重 对于一个无肉不欢和物欲及重视外灾的自己 是一大挑战 对于以前的自己 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如今 这些我以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一一做到了 而至今才发现以前的自己 才真的叫做愚痴和无名 以前总不明白吃素的同学和同事的心理 现在我终于亲自体验了吃素和修行的真正好处 以下是我修行后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体悟 与大家分享 如素和消业障的好处 在未吃素和消业障以前 我身体病痛也是很多 季节性过敏的虚麻症 或是只要碰到不干净的食物 马上皮肤红肿 发痒 发热 养到需要去诊所打针才能退诊的人 只要是含胶性的物品 例如贴布 OK蹦等 贴了没多久 贴的范围处马上开始起疹子 发痒 发热 甚至疹子开始扩散到全身 痒到不行 而肠胃也不好 也常常肠胃炎去诊所报到 而这些事情在我消业障和如素之后 情况大幅改善许多 我就不用老是去皮肤科和诊所报到了 现在真的很少用到健保卡去看医生 自杀业力消除后的感触 我累市加总起来 共有4笔自杀业力 本来本事我也是需要遭受如此报应的 自杀业力的浮现 加上累市伤害的人无数 自杀业力和业障的翻角 让我整个人很崩溃 浑身不对劲 老是觉得自己随时有人要将我命取走的恐惧 加上自杀业力的因素 整个人真的很像精神分裂症一般 无法控制的思绪混乱 会记忆断层 生活能力会降低 思绪乱到连煮菜要把蛋打到锅里 却打到垃圾袋里面的情况 连自己到外面买东西时总是心不在焉 骑机车会骑到恍神 甚至一直觉得我骑车出门就会遭遇不幸的状况 一直在我脑海盘旋 这样的状况真的很让我挫败 也影响到别人对我的观感和人际关系 后来我消除四笔自杀业力果报 然后蔡师兄帮忙进化阿赖爷世中的自杀业力 现在的自己负能量少了很多 比较不会有那种我没有存在价值的悲观想法了 我记得有天我一直躺在床上不知所措 对于人生真的很挫败 席卷而来的负能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时常落泪 但有度众的自己还有些许福报 在命在旦夕之时 为人出手相救 记得当下眼前浮现蔡师兄和佛菩萨的影像 之后我好像当下平静一些 这些日子我才知道 原来没有修行和度众的自己 我的命运是去年就会往生了 因为自己度众的关系 许多人和佛菩萨帮我度过了如此大的劫难 感恩我还活着 还可以尽心替众生效劳 回馈社会 奉劝大家日子再怎么过不下去 千万不要自杀 因为事情不会因自杀而获得解决 而是痛苦的延续 甚至延续到每一世 每一世到自杀的年纪 就要再重复着痛苦的情绪翻角 然后再让自己结束生命 这样的每一世痛苦轮回 大家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我是活生生惨痛的例子 痛不欲生的感受 大家真的要三思 每个众生都是未来佛 杀自己等于杀佛 这自杀罪过很大 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有问题不能解决 想自杀 任何疑难杂症的人 赶紧向金色寝室其因果或被干扰 这世上没有什么 比诵金消夜账来得更有福报的了 消磨性过程的感触 为消磨性之前的自己 一 莫名其妙会觉得别人 对自己好像有敌意 或是不自觉会猜疑别人 但是 也并非自己想这么想 但是 脑海却不自觉如此 二 觉得别人很难相处 其实 最难相处的人是自己 三 不自觉喜欢吃东西 吃饱了过没多久 还是继续吃 喜欢吃宵夜 花不少钱在吃东西上面 结果体重上升很快 四 很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观感 然而陷入自卑的情绪 五 习惯晚睡 要改改不掉 甚至因为如此 觉得自己肝发炎 消磨性第一阶段完后的自己 一 物质欲望降低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重视和讲究了 觉得吃得饱就好 吃东西也会开始去思考不能花太多钱在上面 二 对于别人的批评和评价 影响度降低了 会开始去思考 或许别人这么说没有什么意思 不要想太多 至于别人无理的对待 好像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气 甚至放在心上了 会开始去思考 或许对方是遇到不好的事情 或是业障干扰才会心情不好 我们要体谅他人 三 以前总看别人哪里不顺眼 现在那些不顺眼好像慢慢淡化了 会将其当作历练看待 觉得人人都是有改过向善的机会 是未来的人间菩萨 四 会慢慢试着将自己的情绪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控制得当 不至于造成更大的过失 这些都是我消磨性之前和消磨性之后的感触 虽然第二阶段还在努力当中 佛菩萨也尚未开始不用再继续念诵消磨性经文 但是 对于自己来说真的以感觉跟以前相差不少 物质欲望是最明显的降低 这中间最深刻的体悟就是 我们人生活在这世上 所有食衣住行 无一处都与我们福报息息相关 用的太凶 福报就是一只扣 好的工作和事业 都是我们命中的福报 我们不应该浪费在享乐和享受上面 这些福报用尽了 就真的是采尽人亡了 没有福报的护体 业障淘宝是非常迅速的 真的大家要三思啊 而如果要让福报绵延不绝 甚至好祖的庇佑子孙 更或许将福报带到下一世 做得更好的人或许享有人天福报 该怎么做呢 一 情消累事业障 二 多多行善不失 法不失 财不失 深口意念的善互念 深口意念不善会扣福报 三 修行 消除累事习气 消除魔性 我的人生或许看起来一无所有 没钱 没房 没车 没孩子 但是我所拥有的并非是物质上的东西 是精神层面的提升和人天相助的福报 能学佛才是真正的大福报 虽然我累世当了好几世的大坏蛋 本事也受到报应 看似好命 但身心受创的严重度 皆是累世造业而来 而我拼了命的消业障和消魔性 努力的度众回馈社会 终于努力的背后是能看见曙光的 佛菩萨开始我的业障淘宝进入尾身了 意思是 让我人生可能短命的命运 甚至悲惨的日子终将过去 影响自己的是一片光明的人生 而我的愿力始终不会变 即使一无所有 我也会在度众这条路上继续前进 直到我人生最后那天为止 只要有心 即使无论本事或是累世造下多大的错误 诚心忏悔 努力消业障和度众回馈社会之人 上天都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怕自己不想改变 本事所做的善恶 皆与下半生和来世息息相关 以上是有缘人的分享 感恩有缘人的分享 今世能在得人生 能学佛修行 真的是要有缘 有福报 才会接触得到佛法 如同有缘人于文中所言 我的人生或许看起来一无所有 没钱 没房 没车 没孩子 但是我所拥有的并非是物质上的东西 是精神层面的提升 和人天相助的福报 能学佛才是真正的大福报 人生为何而来 相信很多人亦有如此疑惑 净空法师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 为什么要来 佛在经上讲得好 说人生仇业 你为什么要来 你来仇尝你的业报 过去你所造的 现在你得要受 明白人就甘心情愿的受 不怨天 不由人 晓得是什么 自作自受 不能再怪别人 怪别人 我的罪就加重了 我的日子更不好过 现在我明白了 全是自作自受 再苦也甘心情愿的受 这种接受的话 很快这报就清了 为什么 回头了 回头是岸 回头太可贵了 这些事情在现前社会 我们所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非常明显 正面的很少 负面的很多 200年前你所看到的 正面的多 负面的少 引用结束 人生为何而来 是来酬长你的业报 看了有缘人的现身说法便可了解 业力现前来讨报时是如此的干扰您的生活 让您痛苦难言 回向圆满消除四笔自杀业力果报后 金社蔡师兄非常慈悲帮忙进化阿赖耶师中的自杀业力 有缘人说 现在的自己负能量少了很多 比较不会有那种我没有存在价值的悲观想法了 最后 有缘人说 这些日子我才知道 原来没有修行和度众的自己 我的命运是去年就会往生了 因为自己度众的关系 许多人和佛菩萨帮我度过了如此大的劫难 感恩我还活着 还可以尽心替众生效劳 回馈社会 诵经消夜障和度众修行 换回我一条命和全新的人生 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这条正道路上 将不好的事情全部导正 让自己回归正轨 学佛好不好 修行该怎么修 也要怎么消 如何开智慧 请再仔细看过 会解开您心中的疑惑 如同金社蔡师兄所言 修行是需要时间的淬炼 且要有信愿行 无法一蹴可及 蔡师兄非常慈悲 经常提醒大众 只要做过任何事情 都会存在阿赖耶事里 因果若牵起来 就像磁铁一样 有致命的吸引力 有在念经修行 要多看高僧大德的文超 才不会有时被自己置固住 牟尼金社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借由慈悲的佛菩萨 帮您调节累劫累世的因果业障问题 欢迎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哦 您也有心得想分享吗 也想度众吗 拿起你的笔吧 或敲敲键盘 网络时代就是这么方便哦 摩尼金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京涉异空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下集中 有兵一试